作词 李宗盛 作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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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你满能否相传 你一切地终 如果地雅尘动 天下雅光流 你满满地相信 生与你同在 情世在黄狐狸 一天不见爱 你满满地相信 生与你一切地终 一首诗歌 一个故事 十回起初的感动 欢迎来到这个介绍基督徒诗歌 故事的活水诗歌频道 今天我们所要呈现给各位的诗歌 是大本诗歌第480首 你们能否顺从 英文第657首 Can you be obedient? 这首诗歌的作者是 玛格丽特·艾玛帮我 就是和瑟恩教士 今天我们就是要来讲 他的故事第十一集 前面三集我们交通到三首 他所写有关信心方面的诗歌 今天我们要来交通 他所写有关顺从的诗歌 因为信心与顺从是以此关联的 诚如荣耀的神向亚伯拉罕显现 在他里面生发信心 他便凭这个信心跟随神往前 然而他还有一个重要的经历 就是顺从神献上以撒 一天神吩咐亚伯拉罕将他的独生爱子以撒 献给神作为凡尽时 他没有丝毫的疑惑或抗拒 他是立刻顺从神的指示 所以信息里面就说 亚伯拉罕实在是信而顺从的榜样 是的 尼弟兄也对顺从有所交通 他说没有一件事能够顶替顺从 甚至美好和所谓的事也不能 对他而言 顺从主就是忠于主所定的旨意 不像巴然接受他许可的旨意 任何事物偏离了主所定的旨意 就是不顺从 对他而言 不顺从是将他与神的同在隔离的慢子 他强调要从主接受亮光和启示 就需要没有帕子遮蔽的脸 和尚恩教师告诉他 一片小树叶就能够使人看不见满月 他领悟了不顺从 会使人失去神的同在 所以他就定义不计任何代价 顺从主的旨意和主的启示 阿们 而在这方面 和教士也是我们的榜样 我们来珍赏他所写的诗 来摸着这个顺从的灵吧 第一节就把信而顺从的心路历程写出来了 你们能否顺从你一切的主 如果地要震动天象要翻覆 你们能否相信神与你同在 就是灾祸无灵必定不见的爱 顺从主第一个经历相信神的同在 即便在眼见里是天地震动呢 我们承认在这第一关就值得我们一生的学习了 信息是怎么说的呢 信心与顺从是离不开的 基督徒生活的原则只有两个 一是信心一是顺从 无论什么好的果子 都是从这两个原则结出来的 我们若是没有经过信而顺从的观 就不能盼望有属灵的进步 专顺从没有信心就没有能力 专相信不肯顺从就都是理想 我们不能信而不顺从也不能顺从而不信 第二节你们能否顺从所侍奉的主 不骚软弱也不骚让步 虽然你的前途好像是死路 此时能否顺服而不依自顾 在我们的侍奉里面 很多时候我们总是考虑到 我们的状况过于主的喜悦 然而和教士总是首先考虑主的喜悦 过于他自己的情形 所以在这一节他说 能否顺从所侍奉的主 而不骚软弱惊恐也不让步 有一次他在某一件事上和主其了真实 他知道主要什么 在他心中他也实在要这一个 因为这件事对他来讲实在是太难 然而即便是如此 尼弟兄却听到他祷告说 主啊我承认我不肯学这经历 但请你不要向我屈服 主啊请你稍等 我会向你屈服的 他不愿意主向他屈服而减少 他对他的要求 看啊他什么都不要 他只要主的喜悦 这是一个何等顺从的榜样呢 第三节 你真能否顺从如果主造你 加入前线进攻抵御凶仇敌 你真能否立权欢喜受差遣 你真能否征战直到晚色变 如果主呼召你时 真能否立权 这也是我们 侍奉主者的一个考验 能否为了主的权益 而不立行自己呢 我们不禁要问 主使用这位姊妹的原因在哪里 他做过的秘诀是什么 为什么人会得他的帮助呢 后来尼托森弟兄的几句格言是最好的解释 主的工作就是生命的流露 不是为主做工 但是让主做 有一次尼弟兄问他 在遵循神的旨意上有什么经历 他说 每一次若神延迟告诉我他的旨意 我就能断定在我里面还有不愿意行他旨意的心 我里面还有不正当的目的 又一次他又说明白神旨意的秘诀是 95%很顺从神的旨意 剩下的5%就是明白了 事实证明他的确是一个明白神旨意认识神的人 你真能否立权欢喜受差遣 有一次他就问尼弟兄说 你喜爱神的旨意吗 尼弟兄觉得是无论如何他都要遵循神的旨意 所以他就认为他有在执行神的旨意 可是何教师没有放过他 又继续的问 你喜爱神的旨意吗 而不是问他你有没有遵循他的旨意吗 哦 我们这些服侍主的人是否欢喜受他差遣 Amen 这些人是显然是他在主面前一个功课一个功课学来的 难怪他有那样的把握相信神 他是那样坚定的拒绝抽敌 第四节 能否我的弟兄你神已久等 应当扶他权柄遵行他命令 你若做主精兵当他再降临 他要提起你名并说你忠心 真实的信心不是世人所说的信心 乃是我们在祷告祈求之后 神的说话神的回应在我们的里面产生信心 那真实的顺从也不是写去天然方式的顺从 那么真实的顺从到底是什么 信息是怎么说 他在我们里面所有的要求都有死的意思 真的顺从他就是接受这个死 凡没有死而有的顺从 那个顺从都不真都有问题 你一接受这个死 顺从就不成问题了 真实的顺从就是死 对了 就是磨成基督的死 就像前面一个例子所说 这需要一个功课一个功课的学呢 他虽然为儿子 还是因所受的苦难 学了顺从 主尚且需要 学了顺从 何况是我们 我们也要学 学会连于基督的死 死己死魂死爱好 阿们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为了迎接主的再来 为了造会的建造 我们需要高峰的真理 然后这些实下载入 信心 顺从 奉献等等这些 基本功 我们是否 都把底打得好呢 愿我们都能够一再的默想 和收恩教士这个榜样 一再的颂唱他所写的诗歌 好让那实际的灵 带领我们进入这一切的实际里面 把我们做成信而顺从的人 愿主祝福我们 感谢赞美主 阿们 阿富 organisation oser 阿富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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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你总想